Hello, 大家好, 又是ToyCV玩具堂, Brian 的時間啦 今天又是深水評測 又是Kobe 但是呢, 我們要不斷升級 今天介紹的就是有事而來我砌的最大的職目 又或者是講關於Kobe 有事而來最大的職目 90cm 沒回到沒架了 還有呢, 很實證的, 不會拉一下散 而且一出來, 整隻艦都在那裡 一看就知道, 而且是沒有撞, 大和 真的這個鏡頭是要拍的 真的 是不知道呢, 盒子會不會上不上到鏡頭 嘩, 剛剛好 嘩, 有比例的, 原來是1比300 那呢, 幾粒快呢 2430塊職目 嘩 沒人仔的 當然啦, 這麼小的比例 這隻戰艦來到的時候 應該呢, 除了剛才的原初盒之外 還有一個紫皮箱 紫皮箱我看過了, 還好像是雙層 即是兩個紫皮箱 其實它還有一個這樣的箱 所以如果你在這些 正常的代理 正常回來, 應該 你會收到有兩個大盒 連著的 盒中有盒 跟著呢 還有一個超巨大的盒 嘩, 看了背面 因為都很好看 嘩 側面呢 有說到一些特性 嘩 嘩, 真是舉起 其實幾重的 如果連著, 正常說幾重 那這架是什麼戰艦呢 一定知道 就算猜錯一點也不會錯 太多 因為大和武藏 其實這架是武藏 來的 那為什麼要介紹武藏呢 原來呢 大和號那個拉腎 原來是World of Warship 所以呢 就沒有這麼快會有 但是據聞呢 正常版的 即不是World of Warship 那個版本 將會在大概 第四季就會出的了 那到時留意一下 一些代理商 或者叫做正式的 零售商的資料 武藏號呢 就是正式有貨的了 那也是值得大家去 去研究一下的 那來看看 我們武藏號的歷史 其實武藏號呢 其實是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是大和號的姊妹艦力 基本上差不多是下水 二次大戰期間 是日本的太平洋艦隊 或者日本海軍的主力 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戰力 有多厲害呢 有七萬三千噸那麼重 我告訴你 現在的航空母艦 即是美國的航空母艦 差不多是史上最大 或者是現在最大 好像是武記載九萬噸 那現在七萬三千噸 其實都很厲害 而在七十多年前的狀態來說 所以就很厲害 當時應該是大 如果以敦位計 已經是超越了很多盟軍的戰艦 炮的口徑 應該是全世界最大 是十八寸的大炮 即是說 炮的直徑 不是一尺 是這麼粗 即是基本上 是可以塞出人進去的 直徑 總之是炮嘴 即是炮的直徑 是最幼的位 如果去往一個炮塔後方 其實那個位置可能粗 都是這麼粗 我都不知道是多粗 那麼大 那麼大 除了炮塔很厲害 也不太厲害 長度有263米那麼長 而現在的航空母艦 應該是沒有記錯 大概是300米左右 所以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那麼 當然了 那艘戰艦最後在全世界最大海戰的戰役裏面 就在雷伊泰灣近菲律賓的東部 那邊就是當時日本的太平洋艦隊 跟盟軍的主力是美軍 加澳洲的艦隊 決一死戰 因為當時已經經歷過幾次戰役 其實當時日本的空母已經沒有了幾隻 已經打沉了 但是還用回最後剩下幾隻空母 加上一大批的戰艦 就包括大和 這隻 武藏 扶桑 山城 金剛 那些差不多空群而出 日向衣勢都有 基本上所有的戰艦 即日本當時的太平洋艦隊 他們就打算表現手 因為那一次他們不打 其實都沒有機會再跟美軍去一較高下 但是當然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最後就是 以這個日本的太平洋艦隊 損失了17隻戰艦或空母 的戰果 是結束的 武藏這隻戰艦 就在同期 就一切 和這次戰役 和日本艦隊一切 拜拜 這次也是最後一次 現代史的 空母和戰艦群 雙方互相作戰 也是史上最大的戰役 結果 這就是其中一個主角 被人打沉了 那我們看產品 先和大家拍一拍 當我們砌了戰艦之後 在未裝炮塔 主要炮塔 未裝南橋 控制塔 煙通 那些大抽 我們先看看 可以看到 戰艦的結構 其實在這裏 它做得很足 怎樣足夠 很快我會反轉藍身 讓大家看看 現在我們拍船 正常我們砌的時候 會看到 但是砌了很少 反到船底 所以我們特地不安裝塔 這就是太平洋艦隊 即入軍的 軍旗 那個揮號 也在這裏 船頭這裏 其實完成了 大家不要誤會我未完成 這裏可能有少少的 差少少 沒有記錯 大家都知道 這個位置 浸在水裏 這個船頭位 應該是圓形的 不知為什麼 它做到這裏 但是除了這部分 其實整個船身的構造 設計 其實非常之有心 令到 你覺得 它是像一隻 戰艦之餘 亦都是像這個植木 你看到 它每一級 是逐級去做 不是一個大的 揹個 很薄的膠 整個船底 揹出來 又不是模型這樣做 但是它又不會 弄到 一岩一分 你見到 其實它是用了很多時間去準備 吃了全身的重現 弧度 全身的情況 自己小時候 都有拼過大和的模型 所以 發覺 是滿意的 最精細的 這裏 船底 這裏 這裏 四個螺旋掌 完全是呈現出來 可以轉 這個方向陀 可以動 可以動 搬回來 一會兒 弄鬆 一按一按 真算 扭到90度 接近 旁邊 你看到 花的心思 有很多 當然 浸在水 我未試過 有些人試過 將它們的泰填 放在水裡玩 不要沉 我就忘記了 但在這裏 其實整個船 應該有一個流線 它們都能夠重組 真的 很大隻 砌起 這隻 武藏 或者大和號 它有接近80cm長 所以 精細度的重現 我很滿意 黑島柱 又不會太小 到很難砌 或者是大粒 其實它會覺得 比較 粗之大 一千萬多 在這裏 兩千萬多 最後一千萬多 說回武藏 很多朋友說有馬陀大和有味 沒有的 如果心急的或者想儲兩隻 不妨就 先付錢買這隻 這隻其實也要預訂 因為單價 應該1100-1200 或者1300左右 我本身就有2000多塊 武藏和大和 大家知道船身 濫身 濫橋 都是接近90%一樣 我自己發覺是甲巴上色 和炮塔 主要是對空炮 有些不同 布局有些不同 大和看起來是密 武藏看起來是疏 當然大家知道大和和武藏 早期認他們的副炮塔 這一個 其實在旁邊 這個位置還有一個副炮塔 後期改了 只剩下兩個副炮塔 不是四個 對的 因為副炮塔 主要是對海對海的用途 因為戰艦太巨大 所以要加強防空力 所以後期加大了 就是摘船身兩邊的對空炮塔 就是這些幾組 尤其是這組 主要分別就是這幾組 主要的布局是大和武藏在這裏不同 尤其是這組炮塔 這些我們叫做 最大的 較為少些的對空炮 排列和數量是有些不同的 其實這些對空炮是最大的那隻 每一個炮塔 都可以有獨立移動的 這組就不可以了 這組小一點 但是都可以轉的 不是我強硬的 它真的有個關節 有個配件 是令它可以旋轉的 這些小一點的機槍 我叫做深色的黑色的對空機槍 只是用這樣去描述 因為比例問題 做不到再精細一點的機槍 當然你說 如果Kobe能夠有些加強版 其實這個對空炮的佈局 對空機槍 其實改善一些 或者做一些特殊的 就會令到整天戰艦的感覺 更好看 當然現在是沒有問題 始終大家知道 積木的邏輯 或者概念 是比較 你看到它是積木的 不是跟實物一樣 因為跟實物一樣 基本上是整齊模型 所以 武藏絕對不失禮 跟大和差不多 只要是炮塔的形狀不同 我見有些朋友真的會買兩隻 當然 大和會有的 但到了第四季才有 如果心急的 想砌武藏這隻 現在就應該可以訂貨 和零售箱 那 這炮塔 這主炮塔 不用說了 三支炮塔一定可以動 在這裡大家留意 砌砲管一會 其實這個白色的位置 其實在我們杯式的兩個配件 加進去中間的時候 其實你有大小力之分 如果你 我建議是 砌得盡得盡 就會整齊 我試過砌砌砌 砌得盡得盡 你會發現三支炮管的長度 砌出來有些少少不同 當然現在沒有了 我已經集了 所以 就一樣 看到一樣 全部都可以動 其實炮塔的外形很滿 因為做得很足 我們說回船身船頭 船頭先說過 我們有那個軍輝 這裡不再拍了 那這支旗 旗那邊很有趣 我們這一個砌器 我們就發覺只有這一個 日本的軍旗 有些朋友在網上砌了 軍旗 就好像多一支 很想要多一支 因為理論上 在這個船頭 這裡是可以插一支 這個船尾 都是可以插一支 所以就不知道 我接手了一陣 其實應該 在我女兒接手了一陣 在我女兒砌完之後 接手回來 我發覺已經 只剩一支軍旗 在這個位置 其實在過程中 砌砌那個人 就真的覺得很滿足 很開心 尤其是大型的砌結構 我覺得永遠都是砌精膜 很好玩的部分 有一個架 就像平時我們製戰艦 有一個浪氣的船身的架 不過 我服勸大家 在擺一陣子 擺得更好 船真的挺重的 如果我們平衡擺得不好 其實就 都會 沒有那麼穩固的 當然 其實就這樣放 但其實最主要這個做法 為什麼有一個 其實因為船尾 那幾個 方向陀 和螺旋掌 如果就這樣平擺 就不太OK 那我現在 你也看到我專門有一個圓台 其實放在這裡 那當然 就這樣放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不是有什麼大問題 但我建議 就 就是 加這個 好了 其實沒什麼配件 整隻砌就是這樣 那 就看看 船頭這邊 那個撈鏈 都是一條 一條鏈 正式的圈 造成的 當然 它就沒有真正放鑊 那個 那個 仔細 那 這個 這個 是有造的 特殊件帶 其實是可以移動的 即是可以拆出來的 那 當然 這個 船头的军徽也很重要 再试一下,清楚点 巨民最近好像发现了武藏号的残骸 在菲律宾的太平洋 因为都好像拍到这个军徽 因为菲律宾对出的海好像巨民是全世界最深的海洋 沉下去基本上很难找到,要去得很深才找到 整天的战艦除了炮塔 很多小型的对空机关炮是做不到的 基本上看到的都是炮 对空机枪基本上做不到 但开心的就是所有去到这个尺寸的炮塔 那些炮都是自由活动的 看到吗?可以转的 看到吗?可以转的 好了,这些都可以转的 好了,这里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那个 软通 和 很有型的控制塔 那,没有 你说和真凹,那这个当然 这个形形比较 没有那么有型 就是流线形方面 它就比较直一点的 主要控制塔的尺寸部分 也有窗口 就印上去,不用捏贴纸 不用三心 但是当然高层的 控制塔的窗口部分 它是没有弄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三支 这三支 我叫做鸡肝的东西 其实都是可以移动的 但是它有一个完美的位置 它一拉到尺寸就刚好 是不是这样呢? 应该这个高一点 应该这个高一点 好了 后面船尾 副炮塔也是有 主炮塔 当然 几部起重机 和一个 水上战机的 发射架 都是在这里 这个发射架 但是就是了 有一支缺失的 就是这个没有飞机 但是如果以这个尺寸 砌出一支这样的飞机 它的细节就不足够 可能要特殊件 或者是有些 大家不太满意 但是当然 有了 就非常棒 这个就是 那个吊机 就是把飞机降落 在水上 其实就吊回上来 船尾这个部分 有少少细节 就是说 有个全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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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图 再拍 可以转 对 对 话说 那些飞机的螺旋掌 你在用风扇吹 或者我打了一支枪 那天 外面的自然风 可以吹螺旋掌 挺好玩的 好了 这就是没有座好 产品说了这么多 今晚已经长了 因为 因为那个 一个产品真的很巨大 我是 Brian 玩具堂 那记得 喜欢的话 就like我们的Facebook YouTube 也好 那YouTube只有ToysTV 那Facebook 我也有自己个人的 Fanpage 那欢迎大家支持一下 你那个like很重要的 那这里呢 今晚就到这里了 拜拜 好了 那有三个点 要更正 和补充 那三个补充 是90cm 4000HK 另外就是大概是1400元港币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留意相关资料 去正式的代理和零售商 就询问了 好了 今天介绍到这里 拜拜